华言金云 譬如暗中堡 无灯不可见 佛法无人说 虽会莫能了 学佛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转明为物 转世成智 然而 佛教的经典浩瀚如大海 一里深远 虽会不能结 虽然说 光明的佛性人人本质具足 但是 如果没有圣散知识的教导 为我们点亮智慧的心灯 引导我们了解佛法的真实意 纵实 再怎么聪明 这么有智慧 还是难有姻缘 通达诸法十项 成就自己的法生会命 凡是听过长老演说的人都知道 长老 长老深入法海 精通山藏 以红华为家务 立身为事业 展现大无畏的部教精神 启发众生 心中的自信宝藏 现在 让我们用恭敬的心 齐请长老再续法园 宣讲第一异地 第五集 让我们用感恩的掌声 恭请上会下律长老 生做说法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放掌 我们各位尊敬的大法师 比丘 比丘尼 各位慈悲的护法居士大德 以及发大心的 尽心尽力的义工 大家阿弥陀佛 那么 我们今天来呢 是 来赞叹佛 来赞叹法 也来赞叹僧 三宝呢 是世间无上的明灯 这个世间呢 湿气的三宝啊 宇宙啊 就坦岸了 如来的正法呀 是人生的宇宙当中 唯一的真实 离开的佛法呀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解脱 所以诸佛菩萨的慈悲 来人间视线了 试到一条解脱之路 这就是我们今天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啊 弘法的目的 那么在诸位的长老 我面前之下呀 我显得啊 渺小 所以我把诸三长老 当作是圣善之士 所以今天来 在一切的出家在家当中 我称大家为善之士 内心无比的尊敬 恭敬大家 正因为你们有值得我 学习的地方 也值得我赞叹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来 抱着学习的态度 也跟大家汇报一下 四十多年来的新的 这主办单位啊 再三的邀请 再三的邀请 那么前一阵子呢 也开了一辆游览车 到高雄文书讲堂来 希望在接续最后的三年 他们 他们称叫做九品莲花 那么我要跟他讲 我惭愧啊 我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 主要的是 诸三长老 比我有德性的人很多 那么我们呢 也希望 佛教是大家的 希望这些后期之秀 也能够称奇啊 如来的正法 所以我愿意 以最谦卑的心退让 接下来 接下来也有个人的人生计划 我从出家来啊 说实在话 也很辛苦了 我从出家来 所发的大宴 自我的期许啦 一 我这一辈子 一定要通达三丈 第二 这一辈子 我也这么期许 我这一辈子 一定要大彻大悟 悟名心胸 第三个 自我取许 使通脑谁 弘扬如来的正法 第四个 培养身材 培养身材 那么这四十年来啊 走来啊 一路辛苦 一路辛苦 我常常勉励 这些法师和居士 怕热的人 不能进厨房 怕苦的人 不能进残堂 修行就得有心理准备 一 不怕苦 二 不怕死 你才有几分跟佛的 坚定的大菩提心相应 否则很难 怕苦的人不要出家 怕死的人也不要出家 这没有任何的意义 要不怕苦 要不怕死 你才有办法发大菩提心 所以这四十年走来啊 如一日到今天 我没有退失大菩提心 一样这样坚持 陈蒙 诚会法师的慈悲跟厚爱 主办单位的认同 我得以进入第一的第五级 才有今天跟大家相见 互相勉励的机会 谢谢主办单位 也感谢我们庄严 漂亮的诗意 谢谢 人类的生命 不论长度 论宽度 什么是人类的 生命的长度呢 比如说有的人活四十岁 有的人活五十岁 有的人活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差不多以台湾的这个状况来讲 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 最后都是一堆白骨啊 一定是一堆白骨啊 从整个太阳系的角度来说 因为我是念理工的 对科学scientist很有兴趣 我们这个太阳系是一百二十亿年的寿命 那么我们以佛陀为标准 佛陀以四线人间八十岁来讲 那么这个地球太阳系 一百二十亿的寿命来说 那么就像哲习家讲的 在有名望的名人 世界级的名人 也不过是这个宇宙当中 这个宇宙当中的舞台 的一个过客 这些家说 在有名望的人 也不过是这个宇宙的匆匆过客 我们很快就会变成一堆白骨了 这个是论长度 所以我们论长度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所以人类的生命不论长度 论宽度 什么是宽度呢 慈悲与忍辱是生命的宽度 凶量与柔韧心是生命的宽度 宽恕与包容是生命的宽度 随喜与赞叹是生命的宽度 智慧与解脱是生命的宽度 良知与因果是生命的宽度 原谅与平等心是生命的宽度 无相与无恋是生命的宽度 这都跟第一地相应 第一地从礼仪从事 都必须达到究竟解脱 简单说明一下 人类的生命不论长度 论宽度 长度刚刚讲过了 就算活得一百岁 也是一堆白骨 那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 或者心理学家 其他的宗教 各自有对人生的诠释 但佛教的诠释 真的是灵力尽致 生命不论长度论宽度 你的心有大慈悲心吗 有大忍辱吗 那么如果有大慈悲心 大忍辱的心 那么你生命有宽度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忍不下来 动不动就发火 那么你的宽度不够 胸量与柔软心 是生命的宽度 胸量有多大 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 那你胸量够不够大呢 够大 那么生命有了宽度 活出意义 你知足踏实 你能宽恕那个 不可原谅的众生吗 如果能有宽恕的心 以包容的心 那么你生命有了宽度 生命是受人尊敬的 你解脱自我 你碰到任何的事情 能够随习赞叹别人吗 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一直攻击恶劣的批判别人 尤其是现在的网络 特别的发达 网络是一种工具 重点在你背后那一颗心 这个科学带来的东西 都是两面体的 能做无量功德 宣传独来的政法 也可以站无量无边的恶业 毫无根据 就发不正确的信息 也有的有依据 所以我们现在 科学越发达 人类的心 越掌握不住 因为很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心 你有随喜的心吗 有赞叹别人的哑量吗 像我这一点 我就做得非常的好 从小到大 我读大学毕业的时候 同学啊 给了我一句很不错的评语 说呀 没看过这么有平等心的孩子 大学 人家就这么样夸我 我很感谢 到今天为止 我一样是这样子坚持 我不看众生的缺点 只要你是凡夫 就一定有缺点 要是除了佛以外 没有缺点 没办法 所以大家生活在这个 这个世间啊 纷乱的世间 需要有一颗 般若智慧的心 以因此 随喜别人 赞叹别人 以因此啊 在我的心中 八大中害 都是了不起的 都是佛陀的弟子 在我的说法当中 我从不去批判 任何一个中害的不对 我也从来不诽谤 任何一个长老跟法师 也不批评任何一个道场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除非那个人 真的恶知恶见 坏佛的政见 这个另当别论 讲的那些知见 实在是听不下去 这个就另当别论了 那 拥护政法呀 需要政治政见 不能单靠一股热忱 那不行了 那么我们呢 论心中的宽度 我们的智慧心 与解脱心够不够 解脱必须回归当下 建一切相 既得大涅槃 没有任何的能所 就会 从相上来讲 本质不生 本质不灭 一切法无生 从心的角度来讲 旺恋不齐 直下无心便是道 所以 如果 你在寻寻觅觅觅 找解脱 找智慧 就表示你还没有大智慧 不懂得回归当下 你当下不解脱 你要找到什么地方 才能解脱呢 所以 纷纷扰扰的世间 跟圣人无关 因此啊 在禅宗里面讲 不依六根 不依六成 不依六四 二六十中 无所一 这就是修行的关键 这就是修行的关键 如果你依靠六根 依靠六成 依靠六四 所起的这个妄向 妄直 那么永远断不了 所以万法回归当下 直下无心 哪里都是大波涅槃 不当下不得大波涅槃 表示这个人 仍然在寻寻觅觅觅 早就不是佛性 推论也不是佛性 猜测也不是佛性 逻辑也不是佛性 观念还不是佛性 一切执着 妄想颠倒分别 都不能以如来真心相应 必须直下无心 所以智慧以解脱 是生命的宽度 这是讲理上 如果讲事项上来讲 良知与因果 良知跟因果 我告诉你 一个国家最高的法律 是什么 一个国家最高的法律 三个 一 良知 二 因果 三 道德 这样才有办法解决 法律的 僵硬的东西 研究法律的人 都是正反两面的东西 都是正反两面的人 主辩的 然后反变的 主观的 客观的 来判断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受到这个法律的不公 也无从申诉 无从申诉 随便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 被坑了一百万 法院也判对方 要赔一百万 法院要判 已经确认了 支付的命令 寄出去了 收到的时候 从法院寄出来 包括台风 包括星期六 星期天 包括邮差单格 包括书记 包括这些 收到已经三个礼拜了 三个礼拜 再开始要求偿 一百万 人家脱产了 一百万拿不到 法院 也申请国赔 那法院说 没办法 就是这样 他是被坑一百万 法院也判他胜诉 去到他家 已经经过三个礼拜 人家早就脱产了 上电视 上电视能怎么样 求偿无门 一哭无泪 你觉得法律一定公平吗 没有 没有办法了 这个世界 总是有牺牲者 有委屈子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无奈 把这个心态拿掉 就能解脱 就能解脱 所以你单单靠法律 来解决生命的迷茫 或者是纷争 那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靠良知 因果 再做主要话讲回来 如果我欠人家一百万 不需要法院来判 我们良知因果 知道这个是 有关于下辈子的因果 我半夜都把一百万 送到他家 不需要上法院 不需要上法院 欠人家的就是该还的 佛法就是有这样可贵的 把自己的良知 良人 因果跟道德 如果法律 没有以这个为思想的中心 作为没有办法 绝对不圆满 而且不一定圆满 但有的确实是 正义的伸张 所以我常常告诉这些律师 你是正义的化身 还是魔鬼的推手 弄清楚一点 这律师 富的因果是很大的 你是上帝派来的 正义的化身 或者是魔鬼的推手 如果不靠良知 良人因果 有的人 有一个人 比较激烈一点 告诉我 说 慧礼法师 你讲这些都没有用了 这些商场 犹如战场 就是人心 格度皮 阴险 无人知 你们讲这个佛法 就是那些 有信仰的人 有信心的人 惧礼法师 外面不是世界 不是你想象的 这样子的 是很残酷的 我说 我尊重你的看法 你的内心一定受到 很大的创伤 讲出你的感慨 我不能说你不对 话说我回来 佛 都有缘人 你有种种的感慨 我也不敢说 你不对 我也尊重你的看法 所以 你就知道 要在现实里面 既操业 将超越 又面对这个现实 它有多困难 多困难 所以我 常常 劝劝这些 男孩子 男孩子 要有姻缘 能出家 是比较好一点 有一个男孩子 要出家 还要 家里逼婚 这惠理法师 我想出家 家里 要逼我结婚 来 我得跟他讲 我问你 结婚有什么好 出家有什么好 结婚有什么坏 出家有什么坏 你讲给我听听看 做一下统计 出家的坏 大概 也不能随便去 特殊的场所 出家的话 还是说不上来 出家好像都是好的 那结婚 那结婚可就不这样子的了 结婚 生了两个 回来叫爸爸 然后房贷 要缴一辈子的 要缴一辈子的 所以这些人说 婚姻是一场闹剧 是一场恶性循环的闹剧 那有的人讲说 甜蜜蜜 我们结婚了 甜蜜蜜 那我们公司 你的甜蜜的当下 要不要面对死亡 要不要 所以婚姻是外表 糖蜜 包装的痛苦 包装的痛苦 那么我们不是说 结婚一定不好 或者出家一定好 要看个人 假设你如果有 因缘出家 那么要走出家的路 那是比较好 有因缘的话 那么 接下来 说原谅以平等心 是生命的宽度 生命的宽度 一个人 修行最快的 在大字兜里面讲 经典里面讲 所以一个人修行 最快的是什么 叫做了诸法如幻 入屋分别字 这个修行最快的 如幻三魔体 盘子超无险 什么叫做如幻呢 了一切法如幻 空无自信 了一切法无信 达到没有能说的第一对 既然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抱引 这个事件就不是 实在的事件 看透了他 看穿了他 这样子 对我们二六十中 可以保持一种 平衡的心态 所以修行最快的 了一切法如幻 因为生生灭灭 因为是缘起 因为空无自信 因为万法 都是败坏之相 所以了诸法无信 进入第一地 破除能说 如幻三魔体 弹直 超无险 无险就是阿罗汉国了 这刹那之间 就进入 一切法无神 你就讲 师父啊 那修行最快的是什么 修行最快就这一句 大致都在里面讲的 了一切法如幻 弹直超无邪 愣眼睛也是这么说 好 我们的心 能不能原谅 那个 最不能原谅的众生 原谅 一个众生 这一般来讲 是很难的 他要杀父杀母之仇 你怎么原谅他 或者是他 对你的金钱的伤害 那么严重 你怎么原谅他 说实在话 原谅 嘴巴说说容易 但做起来很难 那么要怎么样 能够原谅众生 领有了一切法如幻 一切各有阴影跟业力 我们能够冤亲平等 冤亲平等 接下来 无相跟无恋 是生命的宽度 了一切法控制性 这个无相不能一直强调无相 强调无相反而变成有相 有相当性极空就是无相 这个无相不能离开有相的东西 无相不是另外一种东西 有相就是无相 无相就是有相 有就是无 无就是有 万法本空 但不能换缘起 所以一直强调要无相 一直强调无相 那个无相就变成概念的无相 变成有相 正的真如 当下就是无相 当下就是无相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达到无相 和无恋 无恋就是没有执着的恋 没有分别的恋 没有颠倒的恋 那么就能解脱 就能解脱 全世界放开来都会有恋 佛是无恋无知无相的 释迦摩尼佛 绝对从来不讨论那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题 释迦摩尼佛一辈子没讲过一句废话 比如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问了 我问你 到底是鸡身蛋还是蛋身鸡啊 你们释迦摩尼佛怎么说 我说释迦摩尼佛才不会讲这个无聊的话题呢 蛋身鸡 鸡身蛋 你要讨论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有答案啊 是不是 那我问你呢 那我问你 作为尊敬的法师 鸡身蛋还是蛋身鸡啊 讨论这个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 再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啊 虚空到底是有境还是无境呢 这个虚空到底是有境还是无境呢 哎 在《能切经》里面讲 叫做无境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现在重点是 你心里面那种烦恼 执着啊 六道轮回的生死 所以佛法在解决现实的问题 生 老 病 死 解决我们现在无量的苦恼 这些生痛 心痛的问题 所以释迦摩尼佛 有的人讲说 释迦摩尼佛讲的这个佛法 讲的这个佛法 太过于虚无表面了 不敢面对这个现实 说出家人啊 逃避现实 这刚好颠倒 你的现实是什么 财迷 盐油 酱醋糖 我的现实问题是 生 老 病 死 六道 融会的问题 你在解决那个现实的 生存的问题 我在解决生命的 真正的究竟的意义 一体 谁真的面对现实 就是出家人 出家人 或者是这些护法基石 知道人有六道轮回 知道有生 老 病 死 所以佛教 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 现实就是生 老 病 死 你有办法面对解决生老病死吗 哪个哲学家有办法 解决生老病死 心理学家 科学家 有办法解决其他的 但是 我没有办法解决 这些护法